众生根基,一因而说一切法,自然而然地,不加功用,成为善会地。 生命电视与您惺惺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 众母组成的本体,众生,是这一切法,一经众众,无对立,无差别,万里希望之秀,差别之秀。 世间一切恒相,本体,都是众母组成,只是一种仅是合法的相貌存在。 当然不管分析,配仗抗生苗栗,本来当渐渐, 万里分白身,依烦恼。 但,将会当外用一切,保佑一切,主宰快乐地生活。 抗生,就是一种完全地融入,心无所缘,地完全融入。 融入不快,融入重生,融入忽度的心中。 完全没记得了自我,改叛五致,重心心,完完整整地融入。 我们将会当体会,康的带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康盛就是絕對的冰頂 當然偏偶到康盛的廟地之後 自然的冰頂對台一起洗名 教友會做到目的 就是要對其他的洗名 産生很認心和敏感度 這就是成功的教友 如果教友的牧場 只是祖書 讓人變成祖母 奧班 這樣就是最失敗的教友 佛得的教友 就是祖母 依康盛結合的圓圓教友 什麼是法呢? 法就是這空性 有著跟一切的存在都是變化不上 剩下不足的 有著心心不一塊是影響不變的 一切的現象 都只是 暫時的幻想在它 有著心心不一塊是影響不上 對話 有著心心不一塊是影響不上 對話 是有著心心不一塊是影響不上 平衡 變成祖母 万爱的选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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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 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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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 没有组成 爱随时保持安内角地 了在一切 该的变化 没什么好分 就这是爱吃的 爱随时保持安内习惯 慢慢 终得当生起 绿绿的地肥 人爱学习 关上抗性 爱习惯分析 关照抗性 无论什么事情 都是由因因素合合 男爱独处习惯性 对分析组合 抗性 所爱妙小的 并不是只无尊材 你是一切化 虽然尊材 但 都是刹那 刹那都不上变化 但爱有独处关照的习惯 安内 就会当 感觉 也带来优优 抗性 不是好定一切 是只一切自身 有的东西 都没尊材 自身有 就是 只影响不变的本性 跟自身 自身 有的好定 是它 用去自己胸口 感谢观看 一切平常的存在 本体 都是毫无组成的 都是由 众多因缘条件 合合所造成的 感谢观看 是一切平常的本质 会发现 平常水连存在 但基本上 就是抗性 毫无自身的 感谢观看 透过安内 分析观察 将可以 渐渐 开店 本身立地 也可以 渐渐 对于 现象 境界的接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四位的抗性 并不是好定 秀才是抗母 你是只 短度勾紧 聚意可以感受到 重生的苦 这些是正侠的抗性 感谢观看 心里是抗性的力量 抗性 抗性 就是会当 色心处得 感受他人的痛苦 就参存一个 心灵温度计 永远 以一切中心 感动心胸 观世音菩萨的心 就是如初 现一切处 平定救活 所以 观世音菩萨 只能 称除 称出现 抗海 向着 斗人酒 抗性 抗性的力量 极为不可思计 它是一切法的本性 绝对的真理 当我们按住在抗性的 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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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这极为不可思计 也会 그렇지不可思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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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名的痛苦吉祥 做法改由鸳鸳修生 凡是鸳鸳修生的法 改是康毛组成 一致康性 可以经常在数位 运用康性妙力 就是在行亲传绿 普通比较 这样受刑 我会就带我们 带你祖宅 以安乐旨境 学会最重要的 就是为了提前康性 康性就是 沉迹地了解到 原来 咱一切状态 是没记忆的 没相对的意 哪会有相对的我呢 咱一切状态 咱一切状态 所以 原来一切状态 世界一概 不过是 同样的本体 绝对 会是上 未经许的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 二、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因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生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传说在古时候 有一位国王叫妙庄王 他有三个女儿都到了出嫁的年龄 大女儿妙阴和二女儿妙园 都以父亲的安排出嫁来 剩下三女儿妙善 说什么也不肯嫁人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看你两个姐姐她们多幸福 孩儿不想出嫁 孩儿想出嫁 什么,你要出嫁 你是公主 出嫁为妮会惹百姓的议论 本王不准 孩儿心意已决 请父王成全 这,这 要是你执意出嫁 就不再是本王的女儿 以后,以后就不要住在王宫 请恕孩儿不能在床前敬笑 孩儿会前行修行 以求修成正果将来帮助父王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这孩子 后来,妙庄王得了重病 药食无效 大王,您的病能够治得好 大师快说,本王的病怎样才能治好 这 大师但说无妨 这个方法就是以大王治心之人的手和眼睛做配药才能治疗您的病 这,过于残忍了吧 此事关乎大王的生死 不如请大公主和二公主过来 问问他们的意思 好,宣他们进宫 父王,孩儿没有了眼睛 以后还怎么相复教子 孩儿刚刚怀孕 没有了手臂 让孩儿怎么养育孩子 请父王开恩 饶恕我们 罢了,你们退下 谢父王 大师,除此之外 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 办法倒是还有一个 不过要碰碰运气 大师快说 在香山上住着一位专门救度众生的仙长 要是能找到他 得他相助 或许还有机会 为了表示诚意 需要您亲自去 大王 仙长就在这香山上 我们不能陪您上去了 要是遇到危险 您发射这支响剑 我们马上去接应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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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香山仙长吗 孩儿不孝 让父王受苦了 你是妙善 你怎么会在这里 孩儿离开王宫后一直在这里休息 你桌上供奉的可是千手千眼观世音 是的 父王 千眼代表透彻一切万法的智慧 而千手则代表种种寄生力重的方便 表示维护众生 法力无边 千手千眼是用形象化的手法来显示观音的大慈大悲 智慧无边 神通广大 原来是这样 父王 你为何会来这里 这 本王是来游山玩水 看到你很高兴 本王要回去了 父王 请您不要瞒着女儿 爱实不相瞒 本王已经病入膏肓 这次来襄山 是向襄山仙人求医 那怎么样能够治好您的病呢 这件事不说也罢 请您告诉我 这 需要至亲之人的眼睛和手做配药 本王已经愧对于你 不能再让你为了本王做出这样的牺牲了 父王的心意 孩儿明白了 请父王在这里休息一夜 明早再走 父王 父王 妙善 您 父王 请您喝药 苍天呐 求你让我的女儿再长出手眼 我愿意折受偿还 此后 妙善王令人在香山修建寺庙 专门四奉 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 彰显他人孝慈悲的美德